路为止,地长册 行作笔,心当末 季度无限,丈量天下 今天行走的餐桌,离开长沙,来到美丽的乡潭 毛主席的故乡有什么特色传统 毛式红烧肉,究竟应该怎么做 乡台人一年吃掉几十亿的小吃是什么 为什么湖南全家府里还有海参 精彩的美食,特色的小吃,尽在今天的行走的餐桌 每个小吃都没来到 有点小吃 你眼睛有什么东西 这次是老我 那边云洋 你眼睛有什么东西 你眼睛有什么东西 最质害将来 我心里面说 现在是12月25号夜里我在韶山 如果我在波澜我肯定在过圣诞节 而这里的人相聚在这里为了庆祝什么呢 在韶山这个香坛边上的小地方 最盛大的节日不是春节 而是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 在这一天四面八方的人 前来韶山进行庆祝和纪念仪式 不是从哪里过来的 杭州过来的 杭州过来这么远 花了多长时间到这里 花了一天了 一天的时间 从香坛过来的 每一年都这样过来 韶山是毛泽东出生的地方 在这里他度过了丰富多彩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为他以后求学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夜里的庆祝活动直到两三点钟才渐渐结束 但是人们并不会睡太久 因为明天早上韶山还有一项特殊的庆祝活动 在生日时吃长寿面是一项中国的传统 长寿面寓意幸福多寿 据说岁嫂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期 在以前只有长度超过五十厘米的面条 才成为寿面 但现在的人们没有那么讲究 吃的就是这个喜庆的气氛 韶山人用这种方式来纪念他们的骄傲 在韶山免费长寿面的传统大约有十一年 最早是由毛家饭店发起的 现在已经成为了韶山的特色 面比较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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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上那个渣菜和肉丝 不做免费也能吃到那么好吃的面条 在12月26日这天 离去韶山任何一家菜馆 都可以免费吃到长寿面 据统计 这一天消耗的面条在两万碗左右 所有原料加起来有十余吨 都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饭 但是今天上山有免费的早餐 而且那么好吃呀 韶山是一个只有12万人口的县级市 但每年接待的游客有180万人次之多 这里风景秀丽 有着许多值得一去的景点 当然也有许多不得不尝的美食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毛家菜 毛家饭店全国各地都有 但我现在要去的地方是毛家饭店的总店 这里的创始人是毛主席当年的邻居 据说这里还有一个特色的传统 毛家饭店是由毛主席当年的邻居汤瑞仁创办 最早只是毛泽东故居边的一个小餐馆 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个分店超过200家的餐饮企业 毛家饭店的成名菜也是毛泽东最喜爱的美食 毛氏红烧肉 毛家菜指的是毛泽东喜爱的韶山乡土菜 其中以毛氏红烧肉最为著名 做毛氏红烧肉最重要的一点是 要选用上好的香檀沙子领珠作为原料 另外以免毛主席用餐不喜欢加酱油 所以毛氏红烧肉是绝对不能用酱油的 在制作时要先用白砂糖炒出糖色代替酱油 而作为香菜中的加长菜 辣椒自然是不能少的 火焙鱼是另一道毛主席非常喜爱的美食 顾名思义火焙鱼是用火焙出来的小鱼 流行于湖南湘潭一带的农村 火焙鱼要选用新鲜的小鱼 去掉内脏后经过焙熏两个步骤 做好的火焙鱼不仅方便携带 而且兼备了活鱼的鲜 干鱼的爽 咸鱼的味儿 是一种非常好的佐餐食品 我终于可以吃到毛主席最爱吃的家乡味儿呢 这就是这几道菜是吧 嗯对 呃这个我知道这是红烧肉 对 呃这个什么小鱼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这叫火焙鱼 火焙鱼 嗯对 主席最爱吃的一道菜也是 呃我我就着这个红烧肉还是热的 我先尝一尝一口 毛家红烧肉和普通的红烧肉有什么区别呢 有的 咱们毛家 大小不一样 那不是不光是大小的问题 嗯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 嗯 毛家的红烧肉 它的选材不一样 嗯 像咱们的选材 这个猪必须是咱们那个 香檀的 沙滋岭的那种猪 捕猪 去做咱们的红烧肉 嗯 然后这个味道 它就会特别的香甜 很香甜 我尝尝香不香甜 嗯 这个很香甜哦 对 肥而不宁 肥而不宁 这个皮特别烂 嗯 对 嗯 对 这是糖 而且稍微加点 辣椒在这里 对 微微的辣 有一点微辣 有一点香甜 咱们毛家饭店开店26年了 嗯 那么就是说 只要在咱们毛家吃红烧肉的 都可以免费续盘 哈哈 就是说 允许你 这一盘 两盘 三盘 四盘 都可以吃 嗯 嗯 脆脆的 对 香香 很香 很香 而且有点苦 吃的有点苦 有一点微微的苦 它不一定要再配着饭吃 也可以 可以像一个小吃 把它当成一个小吃吃 对 像 看电视的时候吃一个挺好的 我发现毛主席吃的这些东西 像这个食材都比较简单 比如这个猪肉 鱼 但是口味很重 就是 这个有辣 这个 这个 这个都辣 红烧肉 稍微也 也 也 对 毛总 我听说过 你们家和毛主席的家 是对面邻居 是吧 你们是邻居 对 你当时见过他吗 我没见过 但是我妈妈见过 你妈妈见过 对 1959年回扫山的时候 我妈妈见过 汤瑞人是毛家饭店的创始人 也是毛泽东青年时的邻居 在1959年 曾经被毛主席亲切接见 奶奶好 你好 您高兽呢 我83了 83了 身体倍棒了 看你 还行 新事业的 人事老的 奶奶 你当时是 毛主席 去你们家 对吧 经常去 他在生活当中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 他来到这里 我们托得好幸福 好高兴的 但是 没什么好东西 给他吃 毛主席 在家里经常 到我家吃红烧肉 这是 我的红烧药 是我父亲 他们妈妈 他们教我的 他就讲 毛主席 你再吃的是这个肉 你就 注意怎么切 怎么烧 我就学着 你学着 我开饭的时候 这个红烧药 都是我自己做 每天在毛家饭店 毛总告诉我的 他们家的红烧肉 是用沙子鳞的猪肉 做出来的 那么这个沙子鳞的猪 到底长得怎么样呢 沙子鳞猪 是中国著名的地方猪种 根据的乡潭出土的 三代青铜至尊推断 其驯化时间已经超过了4000年 事实上中华民族 也是世界上最早养殖猪的民族 沙子鳞猪的肉质极好 大理石纹明显 同时又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 氨基酸和不饱和脂肪酸 向老师你们这里的猪 主的环境很好 他们都住自己的宿舍 你们一年养多少头猪呢 这个猪场一年能够提供猪 是一万头 一万头 主要是在香坛这里卖吗 绝大部分都销售在香坛这一块 但是也有一少部分的销售 在我们湖南的岳阳 湖南的春州 赶紧进去 我还没有看过小猪呢 香老师这些baby猪太可爱了 我好小抱一个 我可以跟他玩吗 没关系 好可爱了 在家里能不能养这样的小猪吗 现在就是能够在家里面养啊 在家里也能养这样的小猪吗 如果我带回家 带到北京 我在家里能养成那么大吗 那在猪场里面养了 那个不能够在家里面养的 好不开玩笑 那些沙子鳞猪的 除了这个外表跟普通的猪不一样 它还有什么不同的呢 沙子鳞猪从外观看来 它有个独特的特征 就是叫做 臀部和头部是黑的 我们俗称点头目尾 这是它的毛色独特的一个特征 另外的话 因为它作为一个优劳的地方猪种 它的伸展速度相对来说比较慢 一头这个纯整的沙子鳞猪 从伸展上来到伤势 它大概未养的时间 需要十个月左右 十个月左右 而普通的猪需要多少 而普通的猪可能就是六个月左右 所以它的肉质会没有那么像普通的猪 可能肉质比较松一点 这个肉质会不会好 因为它的养的时间更长 对 这个养的时间长得不好 它的肉质就肯定好啊 张老师他们实在太可爱了 我能不能抱一个玩一玩 没问题 你帮我拿我还怕 你看 没关系 我养人的 抓着脚吧 他会生气的 没事没事 抓着脚 毛泽东的故乡 韶山村属于湘潭市 湘潭因地土湘江之躯 而多潭得名 这里是湖南面积最小的地级市 但也是毛泽东 曾国藩 齐白石等名人的故乡 是一个人节地灵的好地方 而来到湘潭 不得不说的一个小吃 就是槟榔 槟榔原产于东南亚 和我国云南 海南等热带地区 自古被中医当作一种药材来使用 在清朝初年 湘潭一带曾发生过一场大瘟疫 促使湘潭人养成了嚼槟榔的习惯 而当瘟疫过去 这个习惯却保留了下来 到了今天 槟榔大多由工厂生产 但在街头 仍然可以看到用传统方法 售卖槟榔的小摊 槟榔是香榔符号之一 香榔人吃槟榔吃出了产业 每年的餐值达到一百个亿 香榔这个工厂里 一共有四千个员工 我要当四千零一个 体验一下制作槟榔的乐趣 现代的槟榔制作 需要烘干 点炉等十八道工序 而西东有些 仍需要人们进行手工制作 工人们根据槟榔的大小不同 质量好坏 细分成不同等级 在乡潭 像这样从事槟榔产业的人 就有十万之多 到工序呢 他们在点什么东西在里面 这是我们一部槟榔的 叫人楼工序 卤 就是卤汁 这个看起来有点像巧克力 不是巧克力 我会以为 一种薄荷味 这个卤汁是有不同的味道吗 有不同的味 有薄荷味 有脂味 所以我们有薄荷味 有不同的口味 等于是这个卤汁决定了 这个冰冷的味道 对 这全都是手工点的 手工点 我能不能试一个 我觉得这个工序还比较好玩 大姐教教教我 我要点一个 坐下来 这是筷子 可以吗 放多一点还是放手一点 多了 他刚睡幸运了 能吃到脆花之作的冰冷 你们有没有想过做巧克力味的 因为这个真的看起来像巧克力 会有甜的冰冷 有有有 有吃的香花吗 有有有 是吗 做巧克力可能女孩子会喜欢吃 加奶油 我们也做 也做过加奶油的 但是有人买吗 有 有 不同的口味 这个是不是女士吃的比较少 还是女士也吃 女士也吃 我们的女士也吃 也吃它 不分男女 冰冷经过晾干之后就可以食用了 那么香檀的特产冰冷是什么味道呢 这样吃吗 整个方式 这就是香檀的口腔汤 火和味非常浓 然后 然后嚼的时候 整个鼻子和口腔和鼻腔有一种清爽的感觉 我这样嚼一嚼 感觉到我的舌头有点辣 好吧 我描述的没错吧 我是可以品味你们的冰冷吧 你也来一个吧 一起嚼一嚼 你们香檀人为什么这么爱吃嚼这个东西 反正我们的就是就是我父亲他们那一辈就就开始吃冰了 就是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吃这个冰了 就妈妈等了一点习惯 就是不吃这个冰冷的感觉就还不爽 不爽 对对对 要是吃饭呢 这个是怎么样呢 吃了一锅吃过冰冷感觉就挺舒服 感觉嘴巴里面烧了一点东西是吧 对对对 很清爽 今天早上还有点感冒 感冒了 现在感觉已经没事了 没事的 你也同好是吧 对对对 名字现在很通很通 挺好的 拜年客人到我家 一口槟榔一碗茶 乡汉人吃槟榔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 而在很早以前 如何把槟榔用到菜里 就成了乡汉人一直思考的问题 槟榔鸭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 湖南多江多河 水勤自然也多 湖南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做鸭子的方法 槟榔鸭就是香檀特色的鸭菜 其制作方法十分复杂 要经过炒蒸数个环节 而槟榔在里面则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香糖人简直是太爱吃槟榔了 连做菜的时候也把它用上到这里了 像现在我要吃盘龙槟榔鸭 它是用槟榔熬水做出来的 我尝尝味道 找一块 上面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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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一口下去 并没法感觉到它里面用到槟榔 但是它非常辣 它还是保持了这个湖南菜的风味 又辣 肉质也很嫩 没有那么干 一般吃鸭的时候 它有一种油腻的味道 或者这个肉质会很干 吃这个鸭的时候 没有感觉到 可能是这个槟榔水的作用 所以现在我知道槟榔在这里 不仅仅是一个小吃 而且也是一种佐料 在韶山还有一样小吃 也非常受当地人喜爱 这就是韶山蛋卷 韶山蛋卷又称韶山蛋糕 是韶山香坛一带 逢年过节必备的小吃 和我们常见的西式蛋卷不同 韶山蛋卷是用鸡蛋 烙成厚度不到一毫米的鸡蛋皮 然后卷入肉馅制成的 那么它的味道如何呢 韶山有很多小吃 就像我手里这个蛋糕 韶山蛋糕 它的味道变甜 有点像香肠 但是外面包的不是长衣 而是单皮 等一会我要吃这道菜 用上了很多当地的风味 也用上了这个蛋糕 菊大斌是中国烹饪大师 他负责韶山宾馆的鸡蛋工作 长达二十余年 对毛家菜有着极深的研究 全家福是一道杂烩菜 这道菜将许多食材一同烹饪 以达到一种复合味的浓郁口感 因为各个食材的性质不同 火候不同 所以必须按照特定的顺序加入锅中 中国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版本的全家福 在韶山 全家福材料 包括本地特产的香菇 冬笋等等 是韶山逢年过节时 饭桌上必备的一道菜 而徐大斌 在原来这道菜的鸡土上 加入了海参等韶山本地没有的食材 这是为什么呢 韶山全家福 这个全家福有很多宝贝在里面 我看到有蘑菇 蘑菇 冬笋 冬笋 还有什么东西 鱼鸡肉片 鱼鸡肉片 还有那个蛋糕 蛋糕就是和韶山人们最喜欢吃的 对 韶山蛋糕 我从蛋糕开始吃 好吗 好 你看 看看它在这里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怎么样 比单吃好吃 在汤里面它就更显出它的味道 你喜欢吃吗 很清淡 而且里面的东西都非常健康 又是清淡的 因为一般在这里烧山 像毛家菜都是口味比较重的菜 而这个非常质朴 质朴 对 但是这里还有海参 这个不是烧山本地菜吗 这个不是 好说因为整个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吧 嗯 那就是档次也提高了 就加了点海参 现在啊 是一个新的创新 创新 嗯 很滑润 所以把一个这样的高档的食材放在这里 在一个这样的本土菜里面 就也提高了这个菜的档次 对 吃的真好 非常口感很好 因为就在烧山这里 一般是什么时候吃这个菜呢 这个菜来说 湖南的 就是烧山的这个地方 名菜 嗯 就是每家每户 混音过节 都吃这个菜 都吃这个菜 结婚 受业 都是第一个菜 烧山叫头菜 嗯 都是一个涂菜 我刚才不知道您喜欢吃吗 哦 非常喜欢 太符合我的口味了 对于一个吃货来说 真是一种幸福 也都大家幸福 嗯 都大家幸福 香檀 有着极具特色的香土菜肴和奇特小吃 以食鲜为鲜 以清纯为妙 以香辣为药 以毛家菜为代表的香檀菜 在香菜家庭中有着独特的地位 如果您想品尝简单而又不失风味的香菜 那么香檀是你不得不去的一战 吃过翠花一路向蓝 来到了大山环抱中的骨盆鲜化 大山中存储的梅山人 又给翠花带来什么样的美食呢 铲子到底是什么 练武术的人最爱吃的到底是什么美味 为什么只有紫雀界的鱼和紫雀界的水 才能露出美味的水车鱼洞 三位香菜大师与新化农家微豆腐 做出的创新菜味道如何 精彩的美食竟在行走的餐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